我們幫忙坐下來,我們就很快開始了 或者我們會否先拍照,好嗎? 這樣會好一點 這樣的話,你們可以坐在前面 我們在後面 一起 我們先看中間 好,然後右手邊,右手邊看一看,那邊呢 我們左手邊,那還是這邊,麻煩你 看一看這邊,麻煩你 麻煩你,另外這邊,麻煩你 麻煩你 好,OK,首先感激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有九巴職員群的工會 就近期政府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 有一些意見想發表,還有一些唱意想推動 有鄺正義,有楊岳橋,有楊雪瑩 都是收到他們的求助 也有區議員的朋友幫忙 待會我們可能在他們的展述背景之後 稍後會作出補充 或者事不宜遲,我交給工會的朋友講講 其實他們的余新聞稿所講他們的唱意 和他們關注的情況是甚麼,好嗎 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要知道的情況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到 現在九巴已經陸續恢復正常班次 但其實不僅止九巴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刑辦商 都面臨一個很困難的情況 就是乘客量大跌 但是也都為了維持本身的服務質素 他是要做本身的班次和服務的 就講隧道費為例 現在每一架車 即我們經過隧道的時候 都是要傳送給這個隧道費 即使來講巴士 以九巴為例 根據公開資料所得知 2018年 只是隧道費 整年的支出已經是4億 而政府所謂的豁免巴士隧道費的政策 其實都是和市民玩一個文字遊戲 數字遊戲 巴士公司每天每一架車 經過隧道的時候 現兜兜拿些錢出來 撥入到這個基金裏面 而當政府是考慮 給不給巴士公司申請加價的時候 才會想一下可以用這個基金裏面的錢 拿出來給巴士公司 減輕他們加價的壓力 我在這希望政府 切切實實 直接完全豁免 我們公共交通工具 過隧道費 這個政策 正所謂軟水不能夠近火 頸殼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水喝 我們仍然有一個憂慮 在這個疫情這麼不明朗 這麼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第二波 或者第三波的減班的情況出現 而政府另一方面 早前宣布會資助港鐵 將車費下調兩成的 當中利用公帑補貼給港鐵一成 我想問一問 是否政府是因為港鐵的大股東 所以可以做一個左手交右手 但同樣作為為市民服務的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好像小巴、串巴、巴士 就沒有得補貼 是否親疏有別呢? 你們說公不公道呢? 還有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政府 政府整天口口聲聲聲聲聲鼓勵我們香港市民 要多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它沒有一些實際實質的政策 是幫我們這些機構或者刑辦商 甚至乎業界 我希望它真的做實事 急市民所急 麻煩 大家好 辛苦各位記者朋友 我是工會理事許其為 關於一些前線的同事和業界的事 和大家講一講 基於開工不足 停薪留職 縮減班次 已經導致到業界裏面的很多前線工友 生計已經處於一個水深火熱的情況 近幾個月來收入大減之餘 據我和大家前線的業界和同事溝通 他們連積蓄在近幾個月都已經好盡拿出來 所以他們目前的情況已經去到一個很差 也不能再拖延得太長的時間 因為未來現在的因素都很不明朗 我們都不能夠說置諸不利 在第二波的縫易基金裏面 政府基本上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 或者表示到如何可以受惠給我們全線 運輸業界的工友去幫助我們 是沒有的 表面上看上去 很多只是去幫一些公司 一些營辦商 他們去營運 而是否實質可以落到我們工友 實質的得益去幫忙呢 這個大家都看不到 也沒有一個方向是可以讓我們看到的 所以本會是強烈依求政府 接下來盡快要推出第三波的防疫抗疫基金 而這個防疫抗疫基金必須要 是可以直接受惠給業界的工友 真正受苦難的同事 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 其實現在我們的同事面對的問題是怎樣呢 其實在身心上 心理上大家都受到很大的混擾 因為當你一個家庭 生活出現問題 家裡的開支也有問題 當你開工的時候 其實你都不能夠可以 帶到一個很好的服務態度精神 做到很優質的服務 會有很大的影響 他們去上班 去工作 希望政府可以盡快 不要再不作為 再去拖 再如是不理我們的訴求 我講到這裡 明哥 大家好 我想補充一件事 第二輪補就業的9000元 那我就覺得 在職所有的運輸員 都不是希望 去拿政府的9000元 補貼到自己的身水裡 只不過我想告訴大眾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將現時的咳班次等 回復好像沒有疫症的時候的班次 工事 讓工友的生計可以維持到 就不像現在這樣 有時候有得開 有時候沒有得開 就希望將那9000元 你巴士公司或者各行各業 向政府申請好 你怎樣給那些員工 如果是接受了 巴士公司去申請 和政府去接受了 希望有一個清晰的 告訴那些員工 怎樣去支配給那些員工 就不要讓現在的員工人心惡夢 有些就說有得給 有些說不得給 有些說收不到 所以我們就去考慮到 看看會不會有第三輪的補貼 給那些員工 直接到那些員工的手上 我說的又是這麼多 或者你們有什麼要問的 可以隨時問一問 補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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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我們還有沙田區議員 陳雲峰和盧穴舟 是啊 你們可以上來 很快就很抱歉 首先第一 就是 今天九八職工 權益工會 找了我們 可能是沙田區議員 盧穴舟 陳雲峰 公民黨楊岳橋 我 鄺俊宇 楊雪瑩去幫忙 其實第一件事 都是很清晰的社會意見 就是 為甚麼 接下來港鐵 減票價 那兩成 裏面有一半 是政府用公帑貼 讓務出自養生上 但同時 你見到其他的 交通工具 其實是沒有去照顧到的 這個其實 如權益工會的新聞稿都說 其實說到底 你應該要做的 就不應該這樣 厚似薄皮的 按道理 其實是否都要 尤其是九八 又或者其他交通工具 都面對這個情況之下 政府是否可以 在之後去考慮 包括到現在都未能夠 應承實有沒有的 第三期那個 防疫抗疫基金 我相信他們今天 出來發聲 都可能是 逐漸會引來 更加多人會出來講 發覺其實政府 派這些的防疫抗疫基金 就是 經常都到喉不到肺 都不能夠照顧到各個階層 所以今天我們就協助權益工會 去照開這個記招 我交給我講幾句 謝謝 大家其實看到 無論第一輪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特別是針對港鐵的這種補貼 其實是反映到政府 是以鐵路為主的這個運輸政策 竟然連來到抗疫 去幫助市民的階段 都還是以鐵路為先 其實這件事本身 是對其他所有交通工具的 從業源是不公道的 客觀來講 政府的這一種補貼 是介入了一個商業行為 我用港島為例 其實由於地理的原因 你可以想像 港鐵和大部分的巴士 或者其他的運輸交通工具 其實路線必然是重疊的 當政府有這一種補貼 其實就是鼓勵市民 是坐港鐵 而棄其他交通工具 那這一種介入的商業行為 其實同樣是用著香港人 用著公帑去補貼的 那這個本身是不健康 也都是不公道的 而最終受害的是什麼呢 固然就是從業員 那這個跟政府講 保就業的這個大方向 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從政策根本上 政府的這一種口之薄皮 其實傷害的就是那批小市民 就是今天有份出來 包括他們在內的一些職工員 職工的朋友 而同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並不是只是為一單一物 為哪一間公司的僱員去講話 而是見微知著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其他的交通工具的從業員 同樣都是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求的是 特區政府如果有第三輪的 防疫抗疫基金的時候 必須要考慮協助其他的交通工具 這樣你才可以 不會口之薄皮 不會傾斜 這樣才可以真正幫到 所有的基層事物的 謝謝 楊雪瑩現在是18區區議會的 政府主席的輪候接責人 那據了解 其實工會都希望透過他幫忙 能夠把訊息回到18區區議會 在之後無論是 無論是防疫抗疫的階段之內 或者之後怎樣去進行去支援 都相信是有一些說話想講 我交給楊雪瑩 其實收到工會這個求助之後 很快也有不少的區議員表態 其實都支持工會的這個行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們在社區上面往往都需要 是有不同類型的服務 交通的服務 是來令到我們區 很多區的不同的市民 可以暢通無助的生活 但是問題就在於 本身在這個運輸業界 其實那個請人非常之難 那個人手很緊絕 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很多無論是半職 兼職 甚至是全職的車長 是有開工不足的情況出現 他們的生計是很難去維持之下 其實可能會選擇一個轉行 這個其中一樣東西 更甚至可能是他們會將它 失去一個職業 再去推論就是 再去推斷就是 我們將來會有很大的需求 尤其是在巴士的車長 或者其他公共交通的車長上面 到時香港市民就很難去選擇 其他的交通工具去乘搭 這個是令到我們整個交通的系統 是嚴重地傾側 去一個大型的鐵路那裏 這個是非常之不健康 尤其是對於我們 可能是住得比較偏遠的地區 是一個很大的一件事 所以這次不單止是要幫我們工友 他們是很辛勞 他們不斷 那個工作的時間很長 這個是肯定他們努力的一件事 但是另外就是 我們怎樣在將來一個鐵路等等 交通的規劃上面 其實是不要傾側在港鐵上面 是能夠尤其是疫情之後 大家亦都是不傾向 搭一些這麼擠迫的交通工具 應該給予多些市民 可以選擇到的不同的交通工具 所以這一點 希望政府下一輪的基金 能夠直接去令到工友能夠受惠 我聽聽阿雲通有沒有要報章 我補充三點 首先就是 既然政府是要做補助 為什麼不直接把補助 發放給那些僱員呢 要那些僱員去估 他們會收到多少呢 你不如一筆個告訴他們 他們有戶口的 無論是半職、全職、part time 的 他們可以得到什麼補助 你交給僱主 再去交給僱員 這個其實是多次一舉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不單止是工友的問題 亦都是我們全香港港大市民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只是資助港鐵的交通費 其實變相都是一種壟斷 因為你巴士公司 或者其他交通工具 有營運壓力 它會縮班、減班 甚至有些小包公司 要去到殺線的 那麼廣大市民 其實它的選擇只會越來越少 而所有市民最終只能夠選擇港鐵 這個也是對於廣大市民的一個剝削 這個也是一個變相壟斷的行為 所以如果既然你是要有心去減低公司營運的壓力 我是非常支持工會所說的 減免隧道費 這個是最簡單直接的 那僱員有公開 也都不需要太多縮班、減班 繼續保持他們的服務質素 也都同樣是減低了市民 受到因為縮班、減班的困擾 同時間他們也會多一些選擇 我要補充很多 謝謝 那我交給工會的朋友 可以看看記者有沒有問題 好嗎 等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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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問回我們 想問一下 剛剛說的就是開工不足 停薪留職的問題 之前本期測試單次的時候 其實你們作為車長職員 其實情況是怎樣呢 剛剛提到收入大減 迫速都用了 其實情況是怎樣 可以聚體地說一下有多困苦呢 還有這些訴求有沒有跟巴士公司反軟過 他們有什麼看法 或者是會不會有什麼跟進行動呢 我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其實主要你的問題就是 在縮班前或者是疫情之前 我們的狀況和之後的比較 我們的收入呢 無論兼職 兼職更加重要 因為兼職如果他停薪留職 他基本上是由有收入 在轉訊間是變成零 零收入是沒有的 如果全職有底薪的車長 我們主要是靠補稅的 縮班之後我們當然是沒有補稅 只剩下一個底薪 平均每個同事的差額 可以去到九千至一萬元的差額 每一個月 大家可以想像是 不是一個小數目的 對於家庭來說 第二個問題 至於公司方面有沒有什麼表態呢 我們去了解公司的狀況 其實公司都有盡力去做的 但是基於在家工作和停學 很多的因素 的而且確乘客 我們自己在前線也都看到 是下降得很厲害的 變相來說 某程度上所謂的共渡時間 在這幾個月以來我們都在做 我們都在做的 的而且確是共渡時間的 那公司也都沒有裁減我們的員工 很正常 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 但是只不過我們希望 在政府那裏 可以明確的讓我們知道 在協助我們的情況裏面 其實前線 是可以得到什麼幫助 因為我們完全是 不知道政府在做什麼 就是說 講了一段 隔床碟屋這樣 從2月開始 你想想 現在去到6、7月 完全都還有一些 什麼明確的事情做出來 那市民已經幾個月了 那我們還可以熬得多久 多謝你的提問 還有其他 還有寫物呢 請問各位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提問 我補充一點 那本工會呢 強烈要求政府 盡快去推出第三波的 防疫抗疫基金去協助 前線我們業界的所有員工 還有明確指示 如何去補貼到 我們那些前線的工友 那如果政府還是漠視不理 繼續拖延 不理我們的聲音 訴求呢 不排除呢 我們業界呢 是會再有進一步的行動 多謝大家 我補充幾句好嗎 就是關於疫情呢 就是這個疫情 當然呢 巴士公司曾經是減班次的 但是呢 減班次之下呢 那些乘客就等了很久 就是排隊輪投 但是呢 那個巴士呢 就逼了人的 因為你的班次都疏了 那麼最近巴士公司 經意是 盡量開玩正常班次 變成了那些乘客呢 就不用輪流那麼久 還有那些 在巴士的車廂裡面呢 就沒有那麼迫人 就是起碼感染的機會就少了 那這個是好事的 這個是最近才開的 就是我們工會就表示 就是贊同這個做法 那由於這個做法呢 那麼我們工友呢 都能夠是 開始有回補水 就是生計開始都會好一點 那其實我希望這個狀況呢 就是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那就是起碼保障到我們 那些伙計的利益 那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有些兼職的同事呢 就很久都沒有公開了 就是疫情到現在 那其實他說兼職而已 那其實有些兼職呢 差不多他的全職一樣 就是這樣一樣的 就是最近這些記者朋友都 都訪問過某位成巴的工友 都講過去兼職的情況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他們呢 其實都是兼九巴 停巴 那樣的 其實都是貪政職一樣的 但是他名義上呢 就是兼職 那其實他都是 都是全職巴士公司 其實可能是幾間巴士公司都不出席 那他們的 那幾間巴士公司 所有兼職都是剪掉的 那這些情況呢 其實不是只有那些行業 其他很多行業 那些小壩都剪線了 那的士司機是擺多一個開的 那很多情況 那政府是應該 那個失業基金呢 是盡快退出 希望能夠幫到這間 前線的打工仔 共渡這個難關 好 謝謝 好 那就 我們稍後 就是 在相關場合 委員會都會作出跟進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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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